七明年假第三天,太陽終於露臉了 位在捷安鄉稻鄉村廣咸二街的加德花田園區 三月份開始,百花陸續綻放 尤其邁入四月份還會陸續綻放平地金針花 另外還有孤庭花、黃金、樹木丹等 免費開放給民眾來入園賞花拍照 位在捷安鄉稻鄉村廣咸二街加德花田園區 最讓民眾熟悉的就是每年四月陸續綻放的平地金針花 經營花田的園主鄭永坤表示 三月春暖花開,五分地的花園盛開各式花繪 有玫瑰、扶桑花、黃金、樹木丹等 免費開放給鄉親入園賞花拍照 我這個花田最先是有花田區農業給廣場 授權種這個仙草 仙草現在有八個品種 過來就陸陸續續就種一些木本的啦 玫瑰花啦 還有蓮霄花啦這樣子 慢慢的就越種越多 所以就是供大家觀賞用的呢 也沒有收費也沒有什麼這樣子 所以說希望說能夠公共客進來參觀 都免費的 不少遊客前來賞花拍照 現場也有民眾在寫聲 紀錄練習眼前盛開的花海 曾永坤表示 花田經營八年 會購買不同品種花苗在進行培育 每種花的花期都不同 花田近百公尺的紫藤花道 陸續盛開粉紫色的紫藤花 接著4月中孤挺花 下旬平地競爭等 都會陸續盛開 提醒民眾做好防疫 家的花田免費 歡迎民眾入園賞花 接著長方眼前相報導